第四十六集 之前也有一部戏,要找桑莹演一个坏到天理不容的女配。 当时桑莹已经是三个月没细节了,也还没有帮上陆衡,但是她死活都不见那部戏,还跟阿萨姆大吵了一架。 所以阿萨姆一看剧本,就觉得桑莹铁定不会选这一部的。 要知道,当反拳也是有危险的。 万一你演得太好,形象定了行,以后细路就窄了。 但凡有这种角色,人家就让你演,久而久之的,就走上了万年悲催的反拳之路。 谁知桑莹一听,眼睛一亮,当即拍板。 这个好,就演这个。 阿萨姆嘴角一抽。 你确定? 这个奸妃可是霸主皇帝清剿后宫陷害嫔妃毒死宫女,饶领主角的超级反角啊。 桑莹点点头,我确定。 阿萨姆扶着额头,挨塌了一声。 你是不是疯了?老实说,这种角色你演得太好,最多就是人家下次有坏人要演的话,再找你去,绝不会找你去演主角的。 这个万贵妃是不是一声顺风顺水,称王称霸,为所欲为,想杀谁就杀谁。 皇帝对她,必对亲妈还听话。 阿萨姆翻了翻剧本? 对。 那不就绝了? 我本来就不喜欢演戏,既然要演,也得从中找点乐趣。 这么好的角色,既能工作还能享受,上哪儿去找呀? 阿萨姆无语,破怪子破摔。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,我不管了。 桑莹凤行打一棒子,给一天早的原则,微微一笑。 上回,让你当我经纪人的事情,你考虑得怎么样了。 阿萨姆一愣,白了她一眼。 我当然乐意了,只负责你一个肯定更轻松,不过你负得几薪水吗? 虽然她死压得嘴硬,但工作上尽心尽力,套上一跤就会,木性可比路二高多了。 还不忘来是路上顺手买两大小点心提上来。 这么贤惠的经纪人,去哪儿找呢? 桑莹当然不可能把人放跑的。 现在还是负得起的,你就放心吧。 桑莹安慰她。 阿萨姆又想唠叨她浪费的事情,就见桑莹电话响了。 有什么事吗? 哦,今天不行。 阿萨姆在我家谈剧本的事情了,我们今天直接叫外卖。 嗯,那你回去吧,不用跟我禀报了。 挂了电话,她见阿萨姆一脸古怪的神色,启道。 怎么了? 你有空最好自己去上网看看啊,有关周莫怀跟你的绯闻都快炒上天了,那边还有人拍到你跟陆恒一起的照片,所以你脚踏两只船。 我是没权干涉你的私生活,不过你自己要有心理准备,艺人本身是没有私生活可言的,别又搞得跟上次一样重盘亲离的地步。 哦,还有周莫怀啊,你别看他思思文文,人家能在圈子里混这么多年还是大哥,不是表面那么无害的。 你要选,就趁早选一个,到时候要是惹毛周莫怀,你都不知道死字怎么写的。 阿萨姆恨道。 小甲什么都好,就是太啰嗦了。 桑莫心道,一边说。 我早就跟他们说清楚了,我不喜欢他们这种类型。 不过,我跟周莫怀也不介意,还说从朋友做起。 阿萨姆嘴角抽搐。 男人就是犯贱,得不到的反而当成宝。 桑莫好心提醒,你把自己也骂进去了。 阿萨姆问。 陆恒虽然顽固,但长得不差,家里也有钱,你之前不也一心想帮着他吗? 周莫怀更是了不得,要是能得他亲眼,你下班辈子也不愁了。 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,你到底喜欢什么类型啊? 这时门铃响了,桑莫敏传一笑。 应该是我喜欢的类型来了。 话虽如此,他依旧赖在沙发上,没有当主人的自觉。 阿萨姆只好去开门。 门一打开,外面站着个人,头发柔软而服贴地搭着,五官清秀,唇红齿白,一双眼睛清澈成明,像小鹿一般看着来开门的阿萨姆。 手上还提着两袋盒饭。 这就是桑莫喜欢的类型? 阿萨姆嘴角一抽。 对方见他面容扭曲,怯怯地问。 请问,桑小姐是在这里吧? 进来吧。 阿萨姆身后,骚影坐在沙发上,朝他招手。 外卖小哥羞涩一笑,提着饭盒进门。 阿萨姆默然地侧身给他让路。 桑小姐,这是您订的外卖? 小哥把外卖放在桌子上。 成会一百八。 桑莹笑咪咪。 你一路走过来累了吧,先坐下喝口茶,休息一会儿再走啊。 正这么好意思,我已经买了辆自行车,以后骑着车就不会太累了。 小哥脸红道。 骑车也要消耗体力的吗? 小姐,给林宁倒杯茶。 得,都熟到这份上了,连名字都知道了。 阿萨姆已经对桑莹彻底无语,任命地拿起茶中倒茶。 小哥追紧地接过茶杯,道了声谢谢,似乎很担心自己把漂亮的细瓷茶杯弄脏了,小心翼翼地捏着。 连带沙发也只是屁股沾了半边。 美色当前,桑莹近距离把人欣赏了个够,甚至还摸了摸人家白白的小手,吃了一把豆腐。 看得阿萨姆眉毛直跳,桑莹才依依不舍地把人放走了。 这就是你喜欢的类型? 人一走,阿萨姆忍不住就开始唠叨了,要桑莹注意现在的形象。 说桑莹现在是风口浪尖上的艺人,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会被传到媒体耳朵里。 让她想想,到底是想更红一点,还是更黑一点? 我知道,我知道了。 桑莹给她顺毛。 要不是这样,我早就把她收了,怎么还会光看不吃啊? 听了她这话,阿萨姆一点都没有觉得被安慰了。 你这意思是,如果不是艺人,你就去炮她了? 你不觉得她很可爱吗? 又白又软,容易害羞,跟小兔似的。 桑莹很唏嘘。 哎,可惜是风日下,人心不古,连收个男宠的自由都没有了。 换了以前,她才不管那么多呢。 这只小白兔无权无视,先抢进府里再说。 过个一两个月,她自然就会心甘情愿待在她身边了。 人心不古,不是这么用的呀。 阿萨姆内心默默地流泪。 沈呀,快劈个雷,把这女人给带走吧。 桑莹没发现她心里的活动,打开饭盒,招呼她赶紧过去吃饭。 刘家荣一不在,桑莹就懒得做饭了。 跟她同居的何大小姐,那更是食指不沾阳春水的。 一个大堂贵女,一个现代千金,能指望她们下厨吗? 在连续吃了三天外卖之后,何大小姐终于投降了,自己动手奉衣足食,出门去觅食,顺便逛街了。 其实饭盒的质量没有那么差。 两个饭盒一百八,还是从附近饭店订了餐呢。 菜色很丰富,起码阿萨姆就吃得很愉快。 只不过,按照何小姐的标准,吃多了还是有些腻的。 吃完饭,阿萨姆很自觉地就收拾碗筷。 看到地上刚才被小哥踩进来的脚印,又拿起拖把,把那里拖了拖,完全地反刻为主了。 桑营一手拿着剧本,舒服地窝在沙发上,感叹道。 小姐啊,我觉得我都快成动物园园长了。 阿萨莫名其妙。 桑营掰着手指数。 洛阿萨姆,一只喜欢炸毛的波斯猫。 张家红是会咬尾巴的哈士奇。 何志敏是贵宾犬,周莫怀是雪狐。 阿萨姆提脚皆非。 大小姐,你动物世界看多了吧? 那我是什么? 你要我说真话吗? 当然。 你是中华田园犬,任劳任怨,贤惠啰嗦。 阿萨姆大怒。 你们…… 他们都是有品种的,就老的是土狗。 三个剧本桑营最终选了两个,一个是他自己写的剧本,饰演唐太宗的唯氏贵妃,一个饰演明朝一代兼妃万贵妃。 贞观王朝,据说男女主角都还没有定下来。 另外那部明朝戏可比较急。 演员差不多已经定好了,需要他马上过去试镜。 如果可以的话,就拍定装照,然后对外公布演员名单。 试镜的时间正好跟饭店开张时间冲突。 两项权衡当然取钱者。 饭店有陆恒、张嘉宏三个在,少他一个也不算什么。 圣堂对外的定位是高级饭店,就算开张了也不必大肆宣传。 陆恒跟张嘉宏都是头一回亲手打理自己的生意,显得格外慎重。 不仅制作了精美的请帖发出去,有的还亲自去上门拜访。 这些年,港城与内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。 陆恒和张家在京城都有不少人脉。 陆恒跟张嘉宏自己就不用说了,以前一起吃喝玩乐的富二代朋友,那是多得很。 方瑞秋就更不得了了,他自己也是有在打理家族的生意,来往的人多数都是生意上的朋友。 酒烟上面提一提,再发个情帖,人家怎么的也得过来蓬蓬场。 就连何志勉也用了他父亲不少人脉来帮忙。 以至于开张那天,七十二个包厢被一定而空,来晚的被告知三天之内都没有空味了。 还得往后顺言预定。 就算人家一开始,是冲着陆家、张家、方家的面子。 一听到这样的盛况,免不了也起了一丝好奇心,想要来看一看。 只要给人留下第一回的难忘印象,以后就不愁没有人来。 最好的宣传靠的不是广告,而是亲身体验。 开张第一天,盛堂在大厅里举办了一个小小的酒会。 这是为了避免那些晚来一步,没有包厢的客人的尴尬,也正好可以让他们参观一下这里的布置。 陆恒跟张家红两个人,亲自站在门口迎客,笑得脸都快僵了,还得不停地跟来宾握手寒暄。 何这面无所事事,也过来帮忙。 就冲着澳城传王女儿这块招牌,也引来不少瞩目。 尤其是最近,何家又爆出何万祥老来游子的消息。 何大小姐的反应,刹是成了媒体最关注的焦点。 有人甚至把何家的发家史也挖了出来,说当年何万祥只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小子,偷渡到澳城之后,虽说白手起家,可原本就是附加千金的妻子,也给了他不少帮助。 夫妻同心,奋斗到如今拥有诺德家产。 媒体又揣测,说不定是对妻子有愧,所以何万祥这么多年,还没有公开私生子。 否则,以他今时今日的地位,再去新人,完全是一件小事。 外界谣言甚嚣尘上,何致敏一开始还会愤怒,甚至想回澳城质问他父亲。 可是桑莹一席话,就打消了他的念头。 质问了,又怎么样呢? 你父亲或许会因为你的质问,而一时愧疚,却不会改变结果的。 再说了,你对他的生意并不懂,也不在乎那些。 还不如找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做呢。 这话听着很有道理,在见识过桑莹的本事之后,何致敏现在几乎将他的话奉为圣旨了。 连澳城那边的消息也不打听了,似乎一门蝎子跟桑莹他们混在了一起。 要不是今天圣堂开张,他也不会出现在人前。 没问题。 所以关于这种问题。 因为我们非常感兴趣。 未经许会然,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的电视频 明镜与的电视频